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东西渊源古老 我们来看看这个唐风蟋蟀 说蟋蟀在唐岁亦其木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以太康直思其居 好乐无荒粮食其渠 蟋蟀在唐岁亦其事 今我不乐岁月其脉 无以太康直思其外 好乐无荒粮食贵贵 蟋蟀在唐一车其修 今我不乐日月其涛 无以太康直思其忧 好乐无荒粮食修修 这个作品你看蟋蟀在屋里边了 年岁晚了 这个冰封七月里边不就是到了十月份蟋蟀入我床下 说蟋蟀原来在野外 后来在房檐 后来在窗户上 后来钻到床下 这个过程就是一年岁时的流转过程 蟋蟀在唐了 一个年要结束了 这是注意 古人不是看钟表 看日理 观察雾猴 感受天时 天晚了 木就是要结束了 一年到头了 今天我们如果不乐一乐 日子就过了 除了没了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叫什么 叫除夕 注意 得乐 得享受 得消费 一直到这个习惯 我们今天还是看到要过年了 当然今天生活物质丰富了 无所谓了 过去再穷 也得买点面 包顿饺子 这过去白毛你 买点红头绳 老舍说 人家有钱人争过年 没钱得穷过年 正红旗下讲 这话说的真有意思 没钱也得过年 有钱过年 没钱也得过年 现在是挣扎钱回家 不挣钱也回家 这都是过年心态 所以今我不乐 日月其除 这好像是文化纪律 而且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你想想到了年 那几天非要拼命的往家走 这什么力量才左右着 这是一种文化力量 欧洲人一到了圣诞节那几天 也是疯了似的 得照着他们文化规矩去做 消费回家 他们未必就是回家 咱们一天回家 所以弄到这火车挤不开 但是马上又提醒 无以太康 不要太过分 康乐 就大乐 又不要过分 还要想想平时 你过年大吃八喝 把东西全招完了 马上就是青黄不接的春景天 青黄不接这个词 我们今天是没有感受 过去 包括我们小的时候 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真是刮菜带 没粮食了 眼看粮食就见底了 这叫什么 瓦罐生辰 就是翁赠生辰 什么意思 钢底生了尘土了 拌菜 吃粗粮 饿 所以 这叫常雇厚绿 有时思无 闲看秋水 这过去 在农村里边有这样的对点 所以 既要消费 又要想到 还有苦日子 还有青黄不接 所以 好乐而无慌 慌是过分 粮食 情绪 就是警惕 真正的好人 聪明人 应该有点警觉 应该常顾厚绿 下面什么 岁月其事 今晚不乐 粮食贵贵 贵贵有点警惕的意思 岁月其掏 其脉 都是要过去了 直思其忧 实际上就是 我们要想想平时 这句话实际上归结为四个字 好乐无慌 一 他要对那种枯涩的一味的节俭进行真变 今我不乐 日月其除 其脉 其操 同时 他又要什么 他又要对那种过分的行为表示一种规券提醒 你看 什么东西 忠道而行 恰到好处 这几年 因为有时候在电视台做点节目 谈到中庸 好多人就骂 中庸不是庸庸碌碌吗 中庸不是平平庸碌吗 你那么理解 你就平平庸碌 就是一个庸碌碌碌 中庸是恰到好处 你轻自行车 你平衡掌握不好 准摔你跟头 那个平衡拿住便是中庸 中庸道很窄 中庸道很宽阔 要点就是你得熟练 你得对生活有一种把握 所以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首诗实际上看到了一种中道 中道而行这种观念 他实际上后来儒家提出中庸之道 把它收缩为一种什么 收缩为一种主体的这种协调情绪 那是后体的 那是精密的 后出转经的 实际上这儿强的就是怎么把握生活尺度 在消费和节俭之间达成一种 在消费和节俭之间达成一种 一种市大 这就是中道而行 而这个中道而行哪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哪来的 这件研究研究研究这首诗是干嘛的 这首诗最近清华简出土了一些清华简 学术界挺热闹 咱们中国对这种简部的热闹 你放心 超过三年 他会造就一批新学者 因为他们有机会得到这个东西 马上就是写一些文章 扬名立万了 再过几年深入的研究 你看吧 全都一红而散 这个清华简里面就说到了这首诗 说当年周家没建国之前 他们曾经在山西 今天黎成县这一带 法黎侯 这可能就是西伯勘黎 上书里说的 然后回来以后唱这个诗 于是他就说 唐逢这个诗可是不得了了 它是一个西周建国之前的古歌 诸位这样讲问题 没问题 我承认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做文献研究的人 我们做文献研究 你接触的是文献 先要审定 这个清华简什么时间写成的 你这一关过不了 就瞎扯 现在有不少这样的学者这么干 没有受过基本的证 文献学有纪律 这个文献时代 如果今天我们写的就像 比如说长篇小说 写的是唐代的事 你不能拿这个去 就说唐代真正发生了这个事情 你也不能真正把唐代的东西还原为这个小说所还原的那个样子 先要审核这个文献什么时代的 然后再去看他里边说的那些内容 所以我们本着这样一种态度 看唐峰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作品 他和西周早期那些作品 在语言上 风调上差得甚远 所以这实际上 这就是清华简那么说 而清华简那篇文献是什么时代的 他不会早于春秋 他们在说这个事 就难免是在写小说 有这种成分 猜测的成分 所以我们根据文献 我们今天判断唐峰这个作品的年代 我们根据他的文献面貌 和我们看到的其他可信的西周 比较早的时候 那文献面貌之间的同和意 一个观念 他可以传承 多少年传承下来 什么时候把它写定 注意 从篇章上说 从文学上说 写定的时候才是这个文献生成之日 我在说什么 实际上说的是就这样一句话 唐峰的观念可能非常古老 但是唐峰这首诗 应该是一个西周篇完 春秋时期写定的 也就是说 又回到了那个话题 这是一种采集工作 是一种报存工作 一种整理提升的工作 林杰有歌唱 像东北提起了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你再往下听 全是黄的 安徽城有一个摘石榴 摘石榴 如果没有经过这种扫黄 听不得 准备扫黄办办了 这种里边有很多加工 所以这个作品实际上我们说从文学的角度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讲 绝对我们没有胆子把它推到西周建国以前 但是这个观念我们要追一追了 我们看这首诗干嘛 岁目了 要消费 又提醒消费不要过度 什么时候 这个作品 实际上 我在有一本书叫《风诗的情绪》里边 在说这首诗的时候 我给它命名就是过年的歌 最早的过年歌 过年时候唱的 过年时候宴会上唱的 日子到了 我们要消费消费 所以这个文献里边讲 讲一种中国古代有一个很古老的节日 叫《辣记》 也有读成《辣记》 是什么 是岁十二月聚和万物 而享之 这么一种典礼 干嘛 过年的时候 所以文献说 激辣而收 民息 激辣 君子不兴功 注意 一旦到了什么 到了过年了 任何工作都不做了 这跟诗篇里边一车其休 老百姓行遥逸 推着车道出去忙 是相和的 另外 李记在杂记里边还记了一次什么 孔子跟子贡一块砍碎末的时候 记摆身之后的豪影 说 一国之人杰弱狂 中国古老的狂欢节 这个狂欢节干什么 大吃大喝 喝的到处 家家服的罪人归 结果孔子就问子贡 说 子贡 你怎么看这个事 子贡说 一国之人杰弱狂 太不合理法了 孔子却说 这个 就是非而所知也 说怎么非而所知也 说 百日之息 一日之则 非而所知也 说什么 这个孔子说 子贡 非而所知也 百日之息 一日之则 这个息不读辣了 也不读炸 读干枯 他有另外的字 读西 就是那个肉 谁干了 说农民们 我们种地的这些人 乡民们 三百天 三百天是干枯的日子 今天 放纵一下 润泽一下 注意 这是有道理的 所以非而所知也 你就想象不到了 池而不张 文武不能也 张而不持 文武服为也 池而不张 文武服为也 文武之道 文 一张一持 光张着不持 不行 光持着不张 也不行 所以文武之道 一张一持 所以这个就是中道而行 调护生命 既不要太过分的放逸 也不要过分的节俭 所以后来毛诗旭说 是次 说他次什么 简不中理 过于节俭 这个里边还有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魏丰和唐丰 那个旭里边 说这个里边太扣门 太节俭 说这个 这里边 有一种对这种事情的一种什么 对唐风 魏风的一种 我们说他是偏见也好 就是说他们过于简 这和诗经里边实际上是好乐无荒 这种中道而行的原则 跟这个表达是有些偏差的 但是 就我们的生活经验而言 毛续这么说 偏于刺简 简不中理 也有它根据 农民农村这种生活 这种一味的节俭 使自己生活很干枯的人 不少 现在城里我们见不到 现在农村也很少见到 但是在我们 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 在农村生活 像我什么 像我的父辈 比如说我的伯父他们这些 非常节俭 节俭到吝啬 抠门 对自己特别残酷 我们说过一只咸鸡蛋 淹到它空了 这种简 按照河北土话 是省着 省着 窟窿着 等着 也是经常劝他们 该吃点 该消费点 不然的话 你说 死了给谁 留下 你看下边 山有书 在唐峰里边 有另外一首诗 叫山有书 大家可以去看 我这简单的说 山有书就说什么 晚其死矣 他人是宝 你有车有马 你不知道坐 不知道骑 你不知道乘 不知道乘车 不知道驾马 有衣服 你也不穿 也不脱 脱是脱拽的意思 结果晚其死矣 他人是鱼 他人是宝 他人是勇 这什么意思 人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所以山有书和蟋蟀构成了两首对峙的歌唱 专门朝检色下手 这个和农村更普遍的情况是相应的 所以说这种东西 它是过年歌里边连昧而唱的两首诗 所以这种节俭的这种东西 我们从一种感觉上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来源 什么来源 它跟农耕文明的建筑有关系 咱们中国这个农业 是建立在一种 我们说东部季风区 黄土地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 就是这种情形对我们的农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注意 就是勤奋 你就多收一份 不勤奋 你可能就挨饿 所以这种自然环境 这是一个影响一个人群文化气质的长期因素 长期因素 造就来造就去 就是偏枯的性格 偏于节俭的性格 非常明显 农业 因为诞生在不同地区 它的回报情形不一样 我们像黄土地上 实际上鲁迅先生他们就讲过 你付出艰辛的劳动 能够获得温饱 获得那种富裕 不勤快 土地一抛荒就挨饿 另外 农耕生产 过去老话说 三年耕才有一年储 九年耕才有三年的粮 怎么办 要储蓄 你要知道储蓄是应该的 也是必要的 一直到今天 我们讲经济 讲经济学主义有个文化观念 就是中国人号储蓄 城乡居民的储蓄 是很丰厚的 加息减息 他都不吝 都不管不顾 这也跟农耕文明造就的民性相关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第二个特点 就是不太过于储蓄 就吝啬 攒着 攒着 加着什么东西都不让扔 所以这个我们在一些老辈身上看得清楚 两句是个小房 堵着很多东西 包括破瓶子破罐子都能堆着 为什么 将来有用怎么办 这种心态 传统心态 实际上 这两首诗提倡适度 就是真辨这些情形 那么我回到刚才我们话题 这种观念跟农耕文明的建构 跟在独特的这种自然环境下建构的农耕文明这种生活有关系 那么我们追 追到哪儿呢 李济 焦特生里边说过 说一其事 始为辣 辣也者 所以 这个话 就把辣这种祭祀 和唐摇于顺 一其事 就是唐摇于顺的摇 他姓齐 现在姓齐 就是采帆齐齐 那个齐 摇的后代 唐摇于顺连起来了 这种连起来有没有道理 考古学可以做个旁证 2002年3年03年 考古就在今天的山西香坟陶寺遗址重大 考古发现 当然 后来在600公里以外 西北地区 在榆林地区又出现了更意外的东西 这我们不说 因为现在还没有发掘完 我们就说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出土了 应该说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像台 观像 观像干什么 看流星吗 现在我们说流星花园 流星雨 许愿 不是 没那么咸雅 干嘛 看 看季节 看时令 确定天文立法 你要知道 老话说的 人物第一时 第五人一年 农业 咱们这个季风气候的农业 就是耕种的时候 十几天一个节 十五天一个节日 一个节日 错过去 错过去 粮食 欠收 今天我们觉得 没法 我们错过去 很难 我们有发达的立法 古代立法 不够准确 约是不够准确 而耕种 又需要立法 所以当时的帝王首都 建过高大的土堆 上面修什么 修那种测天 测量天时的那种设施 我们都知道 英国有个索尔兹波里大石镇 有人说是测天时的 《山海经》里边也就说 太阳从某个山出 从某个山入 那是干什么 那是立法的遗迹 大家根据太阳从哪个山出 什么季节到了 月亮从哪个山落 什么季节到了 来判定实力 而一个天文台发现了 中国的农业 注意 天文立法的发达 意味着农耕的发达 我们过去有传说 中国的文教始于尧顺 说尧顺是人文之始 而正好在传说与尧顺相关的这样一个古老的地区 发现了距今4300多年的天文遗址 意味着这个地区是中国农业最早的发祥区之一 或者说中国农业在4000年左右 据我们4000年左右 在这个地区是一个中心 是一个高科技的中心 所以传统说一骑士史维拉 拉者所以 这个考古可以做些旁证 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种将中道而行的消费观 可以追到哪 追到中国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唐瑶余顺时期就形成了一种中道而行的消费观和生活观 你看 这首诗 我们追寻我们中华民族的某些精神传统往上追 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包括一些传统的文献记载 还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它这种根部 它跟农耕文明的建构有关 缔造了或者说培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精神传统的根牙 只有读诗经一些 郭峰这种作品 它像一幅深井一样通向了大地的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能量之源 读诗经可以认识这一点 这是它的我们说独特价值 所以这是我们看诗经的一个方面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